它就运行起来之后烧电比较快 同是20款的MacBook Pro i5的处理器和M1的处理器差别到底有多大 今天我老哥要帮找一款20款的M1处理器的MacBook Pro 咱们直接来到华江北帮他淘了一台M1的处理器 20款的MacBook Pro 16G的加512G的硬盘 边框呢有点小磕碰 最后呢7000的我也拿下 他要给我自换一台同样是20款的MacBook Pro 但是处理器呢是i5的 究竟为何 老哥说这款20款的i5处理器的MacBook Pro 它的待机时间比较短 所以呢他放置闲置一年多了不爱用了 还有这电脑配置 20款呢13寸的16加16你这是这个是512的是吧 我的自己也没完了16加512的 感觉从那时候才91是两年了我一直在家里用啊啊面怎么充一点战 对 跟那个差不多 上一个 这个外观很很新 这个基本没啥可疯 完美啊 你这是21年间给我买的信的是吧 我就印象了21年我买的 电脑很新啊没有可疯 这台2020款的13.3寸的16加512G的MacBook Pro啊全套的然后电池的也是循环非常好啊充电速度只有90是这个哥们呢今天给我自换了一台这个m1的同样的配置的16加512G的大家觉得i5自换m1加多少钱合理 欢迎下方公民打出来